嗨 宅妮小红 还有Yahoo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心音教授安格斯 3月5号到3月11号 起伏最大的五个星座是哪些呢 让我们看下去 首先要注意的是双子座的朋友 双子座的主要问题在于错误解读 这一周无论是生活上 工作上或是学业上 常常会有别人下了一个指令 你没有听清楚 下手去做却做错了方向 那一周过完了 你做了四五天 一切已经回不了头了 所以提醒双子座呢 这周其实你应该做的是 听话要专心一点 细细解读究竟 说给你听的是什么意思 再下手去行动 你才不会有一些 莽撞造成的失误 其次要注意的是 牡羊座的朋友 牡羊座两个问题点 第一是在交通上面 要特别放仔细一些 因为交通上面 可能会造成一些 争执冲突甚至伤害 所以我们尽量 小心一点避免它 其次就是钱财的遗失 那牡羊座呢 平常就是一个大辣辣的星座 那在本周呢 如果你有远行啦 比如说洽工 或是旅游等等的时候 随时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因为这周呢 有钱财遗失的迹象 不是在投资 是在你的初心 接着要注意的是 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其实进入三月呢 心神很容易不宁啊 因为自己在脑袋中 有很多的想法 特别是面对投资 以及面对职场这两部分呢 你终于做不了决定的迹象 那我们当然建议 水瓶座的朋友 一定要找一些好的军师朋友 告诉他们你的想法 听一些有用的意见 这样也许能帮助你做更有用的决定 那讲到水瓶座的感情状态 也不是很稳定 如果在三月份呢 有一些悬而未决的对象 你不要急得出急 以免遭受失败 接着要注意的是 双鱼座的朋友 对于这个敏感体质的星座来说呢 除了这一周的劳心劳力之外 有过多的担心啊 导致于双鱼座 常常有着不好的睡眠状态 而这些呢 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绩效 我们提醒双鱼座呢 在三月初的这一周里啊 你的身体状态既然不是很好 你应该把专注力放在 如何让自己少想一点 多休息一点 面对事情 慢慢节奏一些 那么会让你的工作 起来比较顺畅 此外双鱼座的偏财运是不错的 一定要把握住 三月份这个赚钱的契机 接着上榜的是处女座 对于这个实事求是的星座来说呢 他们一向对于自己的专业 非常的有自信哦 然而这新的一周呢 处女座的第六感 判断似乎不太好 在面对职场做事 或是面对钱财的投资上面 特别容易的失误 那么提醒处女座呢 除了你平常的谨慎要加倍之外呢 多听一些四周人给你的意见 也许更有助于你的判断 此外呢 处女座容易跟家人起争执 这部分尽量避免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